全新Mix 哈囉 大家好 今天這個影片呢 就是來回答大家 就是IG上面有一個新功能 就是讓大家來問問我問題 然後它很棒的一個功能是 可以直接讓發問問題的人的頭像跟名字 還有問題一起出現在一個地方 这次有一个机会大家可以出现在我的片 然后跟大家一起互动 我讲这句话讲了很久 好 我们现在就来回答问题 我已经截图好了 几时做giveaway 嗯 这个问题其实我一直有在想 我要做怎么样的giveaway 我又不想跟蔡才尔一样你知道吗 做自己的周边商品 我就在想一个很好的giveaway 可是还是没有想到我有在努力了 想看你拍prank的影片可以吗 我对prank这个影片其实 没有太大的想要去做 ok 你讲prank人的话就是 让他个人有吓到的感觉 因为我自己不喜欢被吓到 我会不忍心让一个人在一个很安全 氛围下被吓到 比如说就是他在睡觉 睡觉是一个人最平静的状态下 是最舒服的状态下 是在休息的状态下 我是不忍心让一个人 在那么安全的状态下 被吓到这样 我会很不忍心 我没办法做这种事情 prank人的这个影片是 我到现在还没有办法做到的 如果有的prank的话 尽量是惊喜 不是技巧 哪一个 你通常出去会化农妆吗 对 如果没有拍照的情况下 我通常化了眉毛 口红 我会查那种润色的防晒霜 就出门了 请问你觉得女朋友的定义是什么 应该怎么做个好的女朋友呢 这样子女朋友的定义 有一点太窄了 我是觉得 应该问的是 如何做一个很好的伴侣 你们两个人相处之间 是非常舒服的状态 不会有压力啊 可以去好好的协助另一半 面对所有的困难 这个我觉得是最舒服的伴侣状况 嗯 压 最近常听到的歌单是什么 来播放音乐 谢谢 如何让自己更有自信 我觉得最好的方式是 你爱自己 你够爱自己就会很有勁 你喜欢打篮球的男生吗 喜欢 你觉得蔡翔永帅吗 帅 你用什么牌子的护肤品 你的皮肤这样白 呃 我不用美白的护肤品 我对美白的东西会很干 所以我都没有用美白的 你如果不卷刘海出去 你会怎样 又有粉丝要喝酒 我不care这种东西 所以一样都可以喝酒 就是很邋遢啦 以前在宽中是什么联克活动 成林社 几时会回来马来西亚 我已经在马来西亚了 喜欢什么发色 这个色 普通的巧克力色是最棒的颜色 在台湾念书会不会很想快点毕业回家呢 呃我觉得 在台湾念书是我自己想要选择的路 所以 我不会吵着要回家 或者是很想要快点回家 就是平常心的心态好好的读书 然后把这四年读完这样 选择的路 贵队都要走完 呀 你有玩抖音吗 没有 怎样保持生财 少吃炸的 多吃菜 不吃宵夜 吃饱的时候不要马上做做 要站着30分钟 少喝饮料 少吃甜的 少吃零食 一定要吃饭 可是不要吃太多 嗯 就这样子 如果你有baby 你要男的还是女的 女的 是什么让你每天都这么开心 这个问题我也回答过了 我觉得开心跟不开心 都是可以选择的 就很像听萦默的歌 我会被萦默的歌的心情带走 这样子我就少听萦默的歌 然后我觉得自己也算是属于一个 比较热观的人 上一秒很不开心 可是 下一秒 如果有别的事情让我笑笑 这样子 我就会忘记 有想过为自己的观众取名字吗 我其实有一个粉丝群 啊 可是我不喜欢叫粉丝 可是我现在又不懂他想什么东西 那个名字叫做 蛋宝 因为我的小名叫阿大 只想到蛋宝 你喜欢运动吗 不喜欢 可是我希望自己喜欢运动 影片即时出 现在 你有整形过吗 整形还长这个样 很失败 没有 什么时候来新加坡玩 办个粉丝见面会好吗 我觉得粉丝见面会这个东西自己办的话会很奇怪 我比较希望是被邀请去一个event 我会努力做到那个level 会加油的 影片的太阳几点升起叻 呃 呃 应该是7点吧 你们的问题好可爱 想问你为何喜欢拍片是什么事情 或者谁鼓励你去拍片呢 你们啊 想认真的 如果没有你们的话 我根本不可能拍youtube 我自己认为自己是一个很幸运的人 很像大家之前讲的 就是一个完全没有影片的人 然后就可以有那么多的subscriber 这个也是大家给我的 就是我自己不是属于那一种 就是做这个影片会吸引大家来看我的人 所有的影片都是我自己想要去做 或者是喜欢去做 每一次发影片的时候 只要大家的留言 看到我很舒服 或者是看到我很开心 很喜欢看我的影片 我觉得这个就是我 一直会去做影片的原因 常永会介意你跟一心单独出去吗 没有这个机会让他介意吧 因为我不会 我们在台湾生活的费用 家人给 嗯 生活费 为什么会突然这样呢 在台湾的生活费是我们自己给的 我的话就是我的全费 是我家人给的 我自己赚不太多哦 我就尽量cover自己的生活费 学费的话就让家人来帮忙 喜欢电影的类型 我喜欢看恐怖片 我喜欢看Miveau系列的电影 总之我什么都可以接受 就是不喜欢爱情片 不喜欢那种哭哭啼啼的爱情片 觉得很浪费钱 性情总是暴躁怎么办 深呼吸 如果想暴躁的话 其实我也算是一个蛮暴躁的人 当然每个人都不希望自己是成为那种一切暴躁的人 我就会有时候 当下心情可能不是太好的话 或者是想要生气的话 我会让自己安静 然后去想 这问题是不是我的错 是不是自己太小气了 我会去思考 然后慢慢的心情就会比较平静 做一个会烦死的人 很重要 你觉得自己是什么类型的女生 我觉得自己是 应该是比较像男生的女生吧 对 吧 等一下我去问一下 你觉得我是什么类型的女生 呃 不乱发型的女生 还有 雙漂亮的女生 有几个女生啦 还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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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 嗯 一切不适合的 拜拜 我们觉得一个人不是那么的准确 那么我来问问陈培勇先生好了 可以哦 方便接电话嘛 你方便接电话 哦 这边LINE有点不好 你觉得我是怎样的女生 你是一个暗恋我的女生 我老爷 噢心 我不要跟你讲电话了 拜拜 这个人就是那么不正经 好 下一个 那我就来打给Danny 喂Danny 你有空讲电话吗 嗯 讲讲讲 你觉得我是什么类型的女生 万老 一定是拍 快点 我就知道 因为你不会call的 不认识你的人 就觉得你很安静 不讲话 嗯 可是认识你的人啊 你是 很女神的 很女神 这个啊 你不要跟我讲那么久啊 OK咯 你拍影片 我就没有办法要讲女神咯 OK 我不想给你有讲话的机会 拜拜 怕我现在都是憨 你直结婚 100万 你们不要捐给我们啊 因为大家很期待我们结婚 可是 他就没有钱啊 我觉得这个人很可爱 你以为真的那么多人问你问题吗 其实都是同一个人来的 不信我换个app在问问 you're so cute 可以看你的手机桌面吗 好 yeah 这是我的手机桌面 hee be bang 你有被别人说过像什么明星吗 有 一个韩国女团 AOA的 G-min 一个rapper 好像很多人说我像她 你现在开心幸福吗 是的 哇 哇 这个很厉害哦 我不懂她怎么念 我就直接po就好 你的美 躲走了我的心 血霸 一个星期敷几次面膜 我是一个很不爱敷面膜的人 因为我觉得 那个面膜放在冰箱很久 脸会很冰 我不喜欢那一个很冰的感觉 所以我很少敷面膜 要怎么保养皮肤的 啊 你是不是没有在看我的影片 点 上面 其中一个会跳出来的脚 我忘记哪里了 所以那边有我两个保养的影片 就去看 你看台湾生活压力大吗 不大 我觉得台湾是一个很舒服的地方 没有什么压力这样子的问题 除了钱 钱很有压力 那台湾这么屁 怎么会喜欢她 只可以说 大家靠傲的是她屁的一面 我看到的她是另外的一面 她还是有她认真的样子 所以她不是凡事那么屁 一箱几岁前后 然后几岁生 第一胎 嗯 25岁吧 不是给我一个确定的 我只是说 25岁吧 不要等一下大家在我25岁的时候 全部疯狂叫我结婚 快点生孩子 一个大概 OK 以前最胖几公斤 53公斤 可以问你用的相机是 Sony的什么model吗 Sony M5 请问隐形牙套整个是多少钱 其实隐形牙套确实是 比卡通牙套来的贵 大概贵一个一倍的左右 一万多两万 不建议 就是每个人的牙齿状况 所花费的钱都不一样 可以给牙医检查看看 然后问看多少钱 不清楚自己的梦想是什么怎么办 那么我建议你每一样东西都去尝试 那么你就会很清楚 自己喜欢什么自己不喜欢什么啦 要你来最大的烦恼是什么 呃 先讲我们没有爆红 烦恼哦 你比较不喜欢被偷拍吧 没有烦恼 了 对 从小就爱吃辣吗 是 我妈说我四岁开始就吃辣椒 我几乎是每一层无辣不滑 但碍于我的胃不是那么舒服 所以我有减少在吃辣了 你还会出blown吗 呃 我希望我可以 我还是在路边讲话有点不自然 所以我还要慢慢的训练这样子 有没有试过偷懒不保养 有 在上上个影片 我那个深深吸引的影片 那时候我就会要两个礼拜要让他长本质 在那两个礼拜的时候 我就减少几个步骤嘛 然后我就觉得 哇好舒服哦 不用一直那么多步骤的保养 然后过后就会有一点懒惰要去保养 不过现在有把那个习惯调回来了 所以变得还好 怎样面对负贫 我觉得要做一个 聪明面对负贫的人 负贫有分两种 对你有建设性的负贫 另外一种就是没有建设性的负贫 要先区分好这两种负贫 然后再来吸收 第二种的负贫你可以不用去理它 所以第一种负贫的话就来做反思哦 所以面对负贫也是一个学习 耶 终于回答完大家的问题了 如果以后我们还有什么互动的话 我会比较多发布在我的Instagram 可以先去追踪我的Instagram 感谢大家的参与 好的影片就到这里 拜拜 拜拜 叹叹叹叹 叹叹叹 可以脱内裤的吗 可以耶 哈哈 因为它也有屁股耶 可以脱内裤的吗 而且是一个互动的吗 可以脱内裤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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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